患有长脚痛 这些食物可以帮助缓解不适 长脚痛患者应该避免辛辣刺激食物和高脂食物 适当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并注意进食方式和时间 应该避免哪些食物 长脚痛患者应该避免辛辣刺激食物 如辣椒、芥末、姜等 同时也要避免高脂食物 如油炸食品、肥肉、奶油等 这些食物容易引起胃肠道刺激和胆质分泌增加 加重长脚痛症状 此外,咖啡因、酒精、碳酸饮料等 也应该限制或避免摄入 应该增加哪些食物 长脚痛患者应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如新鲜蔬菜、水果、全麦面包等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排便、缓解疼痛 此外,一些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如绿茶、番茄、胡萝卜等 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进食方式和时间调整 长脚痛患者应该注意进食方式和时间 多吃少量、分餐进食 避免暴饮暴食和饥饿过度 此外,应该尽量避免大量饮食或过饱 以免对胃肠道产生过大压力 数据提示 长脚痛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疾病 全球发病率约11次 合理的饮食调理和生活方式改善 是缓解症状和预防疾病复发的重要手段 一日三餐食谱推荐 长脚痛患者应该选择低脂、低心、高纤维、易消化的食物 可以尝试以下一日三餐食谱 一、早餐推荐 燕麦粥、全麦面包、蒸蛋、低脂牛奶、水果沙拉等 这些食物营养均衡、易消化 既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又不会过于刺激胃肠道 二、午餐推荐 蔬菜汤、蒸鱼、蔬菜沙拉、杂粮米饭等 蔬菜汤可以给予营养和水分 蒸鱼易消化、低脂低心、蔬菜沙拉富含纤维 杂粮米饭也是良好的选择 三、晚餐推荐 鸡肉蒸蛋、蔬菜炒饭、绿豆汤、水果拼盘等 鸡肉蒸蛋和蔬菜炒饭都是易消化、低脂低心的食物 绿豆汤可以清热解毒 水果拼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纤维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食谱仅供参考 长脚痛患者在选择食物时 应结合自身情况和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 好的 本期内容咱们就谈这些 喜欢请点赞转发